大家好 我是Irene 今天這條影片將會講四個有關新加坡人的有趣發現 中文名字的英文譯音 在新加坡我發現很多人提出自己的英文名字 都是他們中文的英文譯音 譬如那個人叫陳大明 他們會跟別人說他叫做 而在香港的話 其實這個情況很少見 假設同樣那個人也叫陳大明 他就會跟別人說 大家好我是Chen Tai Ming 然後你可以叫我David 叫David不會叫Tai Ming 這個就看到在新加坡的現象 而很多時候有很多人他們都沒有一個英文名字 即是Western的名字 例如David、Mary、Susan這些都沒有 就會直接邀請別人 提出自己中文名字的英文譯音 這個情況其實我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因為以我記憶入面 好像我是稱呼台灣人的時候 才會有這個情況 譬如他叫陳大明的話 就會叫他打臉 去稱呼他 而在 甚至在大陸 我之前在中國大陸工作的時候 其實都很少會直接 提出別人的第一名字 通常如果有英文名字都會提出英文名字 但在新加坡就不同 好像我看到或者聽到 或者是我同事他們的英文名字 都會直接叫別人提出他們 中文名字的英文譯音 而在工作上都會出現一些很搞笑的情況 因為有不少新加坡同事 而他的第一名字都是用中文名字的英文譯音 當我們有時跟歐洲同事去聊天的時候 或者第一次開會要提出自己 就發現彼此是發不到對方名字的那個音 譬如我新加坡的同事 是不能表達我波蘭同事的間場的第一名字 即是有時好像是沒有… Farl 即是有時是不知道那個名字有多少個字 然後我波蘭的同事 又發不到某一些在華人的名字 才會出現的發音 Farl 這樣就會變相很搞笑 聽到的時候 第二 一起同台吃飯 會有很多人不吃某一個種類的肉類 這一樣也是我來到新加坡才發現 有很多人不吃某一個特定類別的肉類 因為在香港基本上 大家都是什麼肉都吃的 即是你一枱人一起吃飯 你和不同朋友一起吃飯 那是不會有說問 有沒有人不吃什麼肉 什麼肉 這個情況 通常都是大家照叫 有什麼肉就吃什麼肉 但在新加坡這件事就要很留意了 因為不同的宗教信仰 或者它的種族 有一些人是不吃某一個特定類別的肉類 那我就有試過在同一張桌子裡面 就有人不吃牛肉 有人不吃豬肉 也有人不吃雞肉 就變成了 其實都是叫不同的菜 去適合不同人的需要 但我覺得這一樣 就是一個 在一起吃飯之前 就叫菜之前 會問一問 就是一個禮貌 或者是尊重 去了解到別人有什麼不吃的 冷的解釋 這個我真的很想很想問一下 到底在本地的新加坡 多少度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是冷呢? 有時候可能剛好下雨 或者下雨 我看到的溫度可能是24度 所以我會覺得很冷 所以我會覺得非常奇怪 到底多少度在這裡才會叫做冷呢? 如果在香港 我想去到18、9度都只會叫做涼 因為我們在14度或者以下 那15、14、13、12、19度 才會叫做涼 因為我們在14度或者以下 就會發出這個 非常冷的聲明 就是在這個寒冷天氣的警告 就是在這個寒冷天氣的警告 那15、14、13、12、19度發出 不知道為什麼是一寒冷呢? 那就肯定是冷的了 但在新加坡呢 真的不知道多少度叫冷 經常都覺得很熱啊 第四 第四 一天沖很多次涼 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有些居住的同事或者朋友 就會告訴我 有時候他們在一天內 會沖多過一次涼 那再次 在我的心態中 就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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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 一天 就是擦兩次涼 以及沖一次涼 那當然 現在長大了 知道了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需要 來到之後就發現 咦?為什麼 好像 有些人會沖多過一次涼 一天 或者沖很多次涼 那這件事呢 我一開始就覺得 咦?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是去到晚上 睡覺之前才會沖涼嗎? 那如果你下午沖了 那你晚上還沖不沖呢? 那你晚上還沖不沖呢? 那這件事就發現 可能是因為 這邊呢 太熱了 而且很容易 一出街回來 就會出汗 還有 有時候 可能沖涼 是比你開冷氣 更快 令你整個人變涼 當然也是乾淨一點 所以就發現 咦?這裡的地方 好像可以 有時候 就會沖多過一次涼 那對我來說 嗯 OK 不過有時候也是的 如果我做完運動回來的話 可能我還是會沖多過一次涼 在一天裡面 不過當然 如果我跟家人說 他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好 今天影片就說到這裡了 今次就已經說了另外四個 Random的Observations I have in Singapore 希望令你覺得 有趣 或者如果有其他 comment 都可以告訴我 好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